大家好我是PonPon 先前我們頻道在1月8號跟1月9號有開電檢馬寮送的直播 總共加起來的時常跌近8個小時 然後也電檢了至少20幾個帳號喔 這部影片來分享一下是我這個簡易的電檢診斷書 這片開始之前也會建議許多小玩家們可以尋找一下高等的工會 其實蠻多高等的工會都偏休閒的 其實你打龍如果不會的話他們也會教 然後再來我也有很多打龍的影片 所以這邊也不用特別在贅述 目前工會等級的話滿等是50等 那你有加入比較高等的工會 所有餅乾的攻擊力可以加8% 所有餅乾的防禦力可以加13% 體力也可以加13% 所以其實這個屬性是差距蠻大的 就跟各位小玩家來講一下 針對競技場的部分因為我們江秉人王國即將一週年就快要大改版了 所以競技場的隊伍就是貼之前的隊伍給大家看 其實也不需要太過多的研究 因為之後改版了還會有新的陣容 所以那個到時候再來更新 這部影片主要是針對像玩家的體力分配 還有配料的部分來去做說明 首先先來講一下體力的部分好了 體力的部分其實像我之前那個已經有發了很多 就是有關於金燕堂CP值的部分 就是希望各位玩家有體力還是一定要一直去刷 體力的部分像我們建築物這一邊 主要是有巨型的天點塔 這個是可以減少那個體力果凍的時間 可以讓我們體力恢復的更快 第二個是閃亮骷髏島獨家村 這個是那個熱帶蘇打群島之後有新增的體力地標 還有第三個是我們的那個熱帶蘇打群島 他本身你航海的時候也會補給體力 目前體力最重要的就是這三個東西一定要蓋 再來有體力一定務必要把它刷完 如果你是缺傷抗跟攻擊配料的玩家 就可以去刷8-29 如果你是金燕堂比較缺的玩家請刷12張 目前只有8-29可以提供攻擊跟傷抗的配料 如果你的進度到12張然後你要刷冷卻配料的玩家 我建議是可以刷12-28 因為12-28它是最後面的關卡 所以它的那個錢幣的話會比較多一點點 然後建議我們用一般刷土的話是可以帶兩個就是滿等的主力 然後其他三個你是拿來練餅乾的也OK 因為我們打一般的那個關卡他還是會有加那個餅乾的小小經驗值嘛 那接著如果你是用跳過戰鬥的玩家 你可以試著就直接擺4隻的餅乾是全部都沒有就是滿等的 就一樣可以練等級 比方像我這邊如果快轉 像這樣我快轉5次 你看餅乾上面那邊也有個基礎的經驗值嘛 這樣子他也是可以拿到經驗的 只要是用跳過戰鬥的全部都可以塞沒有滿等的餅乾 如果是要用刷體力的方式 就是塞可能兩個滿等的餅乾 然後三個是要練等級的 這樣子也OK 最主要就是要能夠通關就好 跟各位玩家來說一下 就針對一下我們體力消耗的部分 然後再來我們打關卡其實基本上都會獲得配料碎片嘛 所以才會一直跟你們講說就是配料碎片很重要 然後你刷圖也很重要 接著配料碎片另外獲取的管道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的熱氣球嘛 另外一個是火車 來看研究中心 研究中心這一邊啊我目前是還有在升熱氣球啦 熱氣球基本上 一天只要能夠放兩次我覺得就很厲害了 游戀氣球最起碼一天至少要放兩次 放的話就是直接放最高等級了 你現在如果在第8章就放第8章 你現在在第12章就是放第12章就這麼簡單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我們這個熊熊果凍的這個交易時間的這個東西嘛 這個交易時間請兩個都要點滿 兩個如果全部點滿的話 總共的話是那個 加快20%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地標 像我們這個滋熱火炎3跟剛剛我們講的這個熱氣球有沒有 這些全部都會減時間 所以請務必也都蓋好 這樣子一天至少我們火車是可以開3班的 好一點的話是可以開到4班 因為這個遊戲是農場遊戲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繁瑣的東西 還有你要一些生產的資源 請各位玩家一定要有點耐心 接著來講一下是我們配料的部分 配料部分其實也講了非常多次了 然後其實我也有洗配料跟配料排序的一些說明的影片 這邊還是來附上一下 因為很多玩家還是在問說請問一下怎麼洗配料 之前都拍得非常的清楚了 其實我影片我有稍微重看一下 重點其實基本上根本沒變 像我們一般在洗配料的時候啊 重點的配料只有三個 就是我們的攻擊傷害點跟冷卻 其他的配料可以 就暫時都用不到 除了像牛糖餅乾 會針對技能的關係 所以哈塞暴擊配料可以提升攻擊的上限 其他餅乾其實真的都不需要一些額外的配料 那我這邊還是來快速的帶過一下好了 我一般在洗配料的時候啊 資源有限的玩家 通常啦你們如果在加6的時候 有傷害抵抗的詞綴為優先 沒有傷害抵抗的基本上你可以先把它擺在一邊 然後再來傷害抵抗的資訊喔 我們這邊的話是1%到6% 請以4%以上的為優先考量 如果你是3%之類的就可以先放著 但是你如果連傷害抵抗本身的詞綴 就是從來都沒有洗到的玩家3%你也留著吧 就是我們先求有再求好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之後如果都收集夠了 你可能隨便一拉可能傷害抵抗都比較高 然後可能都稍微有做標記嘛 因為這都是我之前有存下來的 這樣就比較好處理 這樣子我們可能隨便一拉一下 傷害抵抗都5-6%之類的 都是可以留的 那像我這邊有沒有他這個詞綴這個是最後一個嘛 主要你的那個配料碎片如果你是大於你的配料 那像我們一般這種冷卻時間的 你覺得他的那個 屬性來說可能高於1.6% 冷卻時間是1%到2% 像這樣子有高於1.6%我覺得也不錯 然後再來一洗 這攻擊力有點爛爛的 可是我那時候應該是配料不夠 所以就配料碎片還夠 然後我就這樣洗了 結果洗出來5.7% 這樣真的不錯那我就留下來了 大部分情況下 如果你都有把這種就是 不是超級吸酒的配料 然後把它全部定期做分解的玩家 你應該是配料碎片會大於你的配料 這是一般正常的情況 比方像我這邊我把我的這個全部關掉好了 然後我這邊等級做排序 我目前配料碎片還有1756 但是我實際上可以洗的配料只剩下12個 正常到最後面應該是配料碎片會大於配料 這個要先跟各位玩家來講一下 因為你們一般都沒有在賣其他一些無用的配料啊 像我們通常啦 像這個加6有沒有 比方說我現場洗一顆好了 我現場洗到加6了 看看有沒有洗到什麼好一點的東西 這個-1.1跟攻速1.3 這個都不用 那我就可以直接現場分解 就是不需要的你也都可以直接做分解 那你有需要的 你也都可以就是把它稍微做標記 之前那些影片都還是有 詳細有做說明 所以請你們務必就是稍微去複習一下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再來之後啊像我們這種傷抗的東西跟攻擊還有冷卻 往後都一定是用得到的 像我們之前有出大亂鬥的模式 那對於傷害抵抗的要求就更高了 因為大亂鬥的模式他是更快進入到增傷的環節 所以你的傷害抵抗越高反而會比你塞更多的攻擊還有冷卻效益來的高一些 那有缺這些配料的玩家還是一樣啦 前面也有講嘛你要去刷8-29啊或者是你要去刷冷卻的關卡去刷12張獲得更多錢也都ok的 有該講的都講了 然後時間久了你們自然而然像我這邊都已經有配好了嘛 你們都可以拿到一些比較高的配料然後你也可以來自由搭配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玩到後面 應該要有的狀態 這個遊戲他不是什麼一不登天啊 就算你是個超級大課長 你可能就是說我每一期都有課可能我 我的女王拉到五星或者是我任何角色拉到五星 你沒有一個好的配料基本上還是沒有用 這個遊戲他算是比較現實一點的 他是一個 課金最沒有感覺的遊戲 我說加冰人王國啦真的是這樣子 好啦所以我們目前整個劍檢的整段說明書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之後應該還是會有開放不同的劍檢還有一些心得 盡量我還是定期會安排這個東西啦 因為我發現這樣子才可以更理解 多數玩家你們現在的狀況是什麼樣 然後我偶爾可以來稍微拍一個影片 然後是不是再講一下哪些影片我其實以前有拍過 只是你們都不知道 欸對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大家都比較忙吧 好啦那就這樣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是鳳凡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